外资真的回头青睐台股了吗 还是说只是被动式的资金 在这里按照持股比例有一些动作呢 我们就要从这一波 外资的爱恨情仇开始讲起 威良帮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专题 告诉大家外资这一波 好像是来真的 首先呢 其实我们看台股这两年的表现 那去年涨22.8% 今年呢大概也接近两成左右的涨幅 那尤其是创下历史新高 以这样子的一个台股表现来说 那对照外资呢 连续两年是大卖台股 刚刚提到 其实最多大概加起来 已经卖一兆市值的台币 那所以这边看起来呢 大家当然会直接从数字上解读 认为说哈哈外资卖错 台股这么强你还一直卖股票 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天呢 要带来一个更深入的观察 如果我们依照外资呢 去年持股的市值比重 跟今年目前为止的持股市值比重来看 其实你会发现 相去不远 还蛮接近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呢 再以呢 整个图形来看 其实大家会发现 现在大约呢 外资的持股占台股的比重 是41.98% 那这个数字其实跟 去年同期相比还比较高 或者说如果我们跟呢 2020年年初的时候 41.23 他卖了大概一兆台币哦 结果还差不多 还差不多 甚至还有一点增加哦 为什么会叫 去年不是就已经大卖5000多亿吗 对 那外资持有台股市值的历史最高 就在2021年的1月 我卖掉不就是代表我的持股 应该要降低市值应该要降低吗 好 这里其实呢 大家就产生了一个迷思了 其实外资很早很早就进入到台股市场嘛 过去十几年二十年 外资就一路很早就锁定一些全资股 然后低成本布局 那我打个比喻好了 如果终于啊 你买了这个三张台积电 然后成本价是200块钱 所以等于呢 一张20万 那当初你花了60万去买 那现在台积电早上600 所以你这三张呢 变成多少 180万的市值 原来是这样 虽然持股总持股比例降低 但是我现在手上我有的股票市值增加 我当然就跟着水涨船高 对 那涨上来之后呢 如果你不想要有这么高的风险 集中在一档股票 或一个市场上 那你就会做获利调节嘛 所以说假如你卖掉 本来三张台积电 你卖了两张 那你的市值 因为只剩下一张 是不是又回到了原本的60万 所以这个就会维持在一个 比较中性平衡 当初60万的市值 是因为有三张 现在你只留一张 不过市值一样是60万 所以这个其实呢 代表就是外资随着 这两年的台股 因为那一支很团结 当然也很疯嘛 包含从政府机的护盘 到受险大户的回流 再到中石户跟 当中大户闪 全部都来 所以当然台股呢 一路涨上去 其实对外资来说 它有点像是不费吹灰之力 轻松坐在轿上 然后它的股票市值就增加了 对它不用再砸钱下来买 然后股票涨上来 它就获利做一个调节 或者说收割 那其实去年外资 卖了5000多亿 其实也不多 因为光是去年外资 领到的股息 大概就6000亿了 那它真的是坐在较上转 所以其实它只是也 算起来就是说 把所谓的股息领到之后 然后把一些部位汇出去 所以我们认为 外资目前就是趁势去做一点获利调节 其实它还是维持在价差跟股息两头转的情况 所以外资真的是大赢家 所以不得不说 外资真的有认错行情 我觉得是我们要跟外资认错 我们低估了它 其实它很厉害 那当然基本上 如果说外资有没有机会 在年底这波行情 成为我们助攻的力道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归到 整个国际市场上的美元指数的动向 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讲到 外资有所谓被动式的操作 那它其实还是看 在整个国际的股汇市的情况之下 有些地方也许它市值更低估 它可能会增加一点比重 那像台股或者说像南韩股市也是一样 这两个市场 我们台股市今年 外资在亚洲卖超第二多 那南韩是第一多 那这两个市场都创历史新高 其实它就是把钱做部分的获利收割 转到别的地方 那假如接下来 美元指数是呈现比较弱势的话 会对我们看到台股转强会有利 根据统计 美元指数跟台币的相关系数是0.56 那基本上相关系数超过0.5就算高 可是还有更高的是什么 台币跟台股的相关系数 更是高达0.87 87%不能再更高了 那基本上 这个所谓的一个汇率之间跟股市之间 它的一个连带影响关系 美元指数如果扁的时候 那当然反过来讲 它就会去推升新台币升值 那刚才提到 这一段的关系大概是0.56 那接着如果台币升的时候 台股就会涨 那这一段的关系就高达0.87 所以其实在我记得 大概8月底到9月 大概初或9月中旬那一段 外资连续买了十几天 那那一波大概十天的时间 外资买超就破千亿台币 主要就是因为美元指数是贬的 它就把资金挪回来台币一点 挪回来台股一点 对 不过美元指数急跌破线之后 有一点出现一个小V转 小V转弹上来 那如果美元指数升的时候 台币就容易呈现贬值 那贬值的话台股可能会倾向跌 但是这个效应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我们来看一下 那图形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大家比较关切就是 如果说这个美元指数 我们刚刚看到紫色的这条线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出现一个小V 那美元指数升的时候台币可能会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币的部分在这里 也有点小扁 往上就是小扁 可是台股呢目前来说 应该还是在一个比较相对高档的区间整理 并没有明显转弱 那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呢可能资金面比较不利 但是主要是影响到外资嘛 可是我们也提到这两年其实台股呢 内资的力量抬头 再加上呢如果从基本面来思考 台币如果扁的时候 它会带来呢出口增加的经济成长的效果 对外销产业来讲其实是好事 对所以这个所谓的一个资金面的弱势 它不一定会形成一个很直接的利空 那如果说真的外资能够回补的话 我们认为从几个角度来思考 哪些个股呢可能成为外资的口袋名单 那第一个我们讲的是真外资 不是那个冲来冲去的假外资 那真正的大型机构法人外资 他们一定选择基优的全资股 因为它钱可能要放很久 对然后一定要部位够大 所以像台湾50或者甚至中期100 这些全资股 然后考量到既然放长 稳定的配息 还有相较于过往它的持股水位 现在是偏低的 那我整理了几档个股 作为一个列举的范例 大家也可以观察参考看看 比如说当然台数台积电 国泰金中信金统一广达 这个当然都是重要的基优全资股 那你可以看到过去外资持有最高的时候 他们的持股比率 对照目前近期它的持股比率 相对其实都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简单举例来讲 差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广达 外资现在持股比率跟历史高 所谓还差了13个百分点 统一也差了有11个百分点 那像金融股这一波 也有看到外资的买盘开始陆续回补 那当然虽然台积电的殖利率没有很高 可是大家也知道它的重要性 那毕竟是控指数最大的全资股 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外资的买超里面 大概就一半的金额都拿去买台积电 所以如果说外资贿赂跟买超的力道会加强的话 那台积电是必定要买的 事实上台积电目前外资持股比还没有回到75% 相较于过往高峰的时候大概有八成 所以目前来说外资真的要回头买 估计也至少还有几十万张可以持续去做加码 所以我想这些就是现阶段来看 外资如果说随着国际的资金面 尤其像美元指数的波动 对台股有一些也许是进进出出的调整 但是如果说就中长期来讲的话 当然台股未来势必就是要有更大的比重 仰赖我们自己内支的力道去做团结 那外资可能会变成是敲边股来这边助攻的 那真的会去买超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观察 这些外资长期锁定的个股 应该也是我们中长期投资朋友 可以把它放入你的口袋名单的标的 这些口袋名单当中当然也包括了 外资其实常常进注的金融股 所以下个阶段微良就要帮我们继续 focus在金融的这一块来跟大家做探讨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针对金融股的操作 就是放长期放了好几年 等着配股配息 然后等着升股子股孙 所以这个金融股现阶段是存股的时间点吗 那要赚金融股的钱 也是有一些paypal方法 可能跟电子股跟传传股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下一个阶段 微良就要教大家一大招 怎么样轻轻松松的搭金融股的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